吴卓琳任铺后,成龙手现身,脚步沉重全程无话,祖徒。 小龙女吴卓琳去加拿大寻霸事件爆出之后,如今已过去好几天,在从媒体发出24日吴卓琳曾上传过一个我是成龙的女儿的视频之后,吴卓琳这方一直没有了消息,相反吴起立一方却是消息不断,该因其身处的环境中容易被媒体追踪。 但是截止目前,成龙一方却依然秉承着一贯的态度,对此事件不发表任何评论,也没有任何回应。 在昨日,4月30日,有粉丝在上海偶遇成龙,该粉丝很幸运地将偶遇成龙的这一幕拍摄下来。 彼时成龙正在走向一辆车,但是从拍摄视频的开头一幕中,却让人发现成龙的步态并不是十分顺畅,他迈出左脚时的一顿特别明显,就像是左脚受了伤一样,显得步履蹒跚十分疲惫。 联想到成龙此时正在上海拍摄一部新片播的日记,可见成龙应该是在当天拍摄任务完成收工驾车返回。 成龙现身后,看到了拍摄他的粉丝,但是并没有一如既往的和以前一样与粉丝们打招呼, 而是显得心事重重,全程无话,直接上了汽车,随后驾车返回。 随后,粉丝们纷纷留言,未见到成龙而开心,但是也有眼尖的粉丝提出大哥走的那两步,感觉很蹒跚,看上去好疲惫。 当然,拍戏收工太累了,再加上近几天的风风雨雨,心情不好一言不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而吴卓琳的生母,吴启力在昨日也出了一档子事,因为被媒体关注,吴启力每每在外出的时候都会被狗仔骚扰,这让他不胜其烦。 昨日吴启力和庸人出去购物,回来的时候由于遇到狗仔,吴启力飞步上楼并直接关了门,却将庸人望在了门外,而庸人此时没带钥匙。 最后还是庸人给吴启力打电话,吴启力只好开窗户,将钥匙从楼上扔下来,庸人才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了家门。 可见,吴卓琳事件对吴启力的影响确实很大。 在昨日下午,吴启力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动态,喊话吴卓琳妈妈为你骄傲,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,义无反顾地为那个人做事,是一种美德,还配上了吴卓琳小时候的照片。 虽然是为你骄傲,但是话里话外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反话正说的意味儿,可见吴启力对吴卓琳今次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而不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